大家好 家里的几颗玉米已经进入了授粉灌浆阶段 忽然想起了最近热门的一些视频 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 玉米打掉头,力气大如牛 意思是说在玉米瓷花和熊花授粉过后 在玉米棒上留两片叶子 然后把头部去掉 这样不仅可以让玉米棒增产 还能够起到蛆虫的作用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玉米去熊 玉米去熊对玉米增产有没有效果呢 多年以前我已经做过这样的对比试验 增产的效果并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说家庭种植我认为无需打头 但是如果你想为玉米留种的话 就要对部分的玉米去熊 这是因为你想要得到高质量 并且抗病的玉米种子 就要让它们之间杂交 也就是要让它们一株受粉 以前在农场 农户如果想要留种 就要大面积地为玉米去熊 英文叫做Cohen de Teslin 就像人类要避免近亲结婚一样 玉米也要杂交受粉 才能让种子持续保留健康的基因 举个例子 在一片玉米田中 农户会保留一行玉米 让其自然地抽熊开花 然后把旁边的四行玉米 在其抽棒单位吐司的时候 去掉头部 也就是去熊 而这四行玉米 就是未来的柳种母本 它接受来自旁边 那一行玉米的花粉 而这一行自花受粉的玉米 可以食用 不作为种子保留 所以家庭种植玉米 如果你想持续保留 良好基因的玉米种 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去掉一颗玉米的头部 并把这颗玉米结出的果实 作为来年的种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